本來的情侶又開始 關卡最主要就是愛民眾租疫苗 現在台中市政府有拿 宣布說 這是開始六十五歲以上的 這個市長只要有出來租疫苗 無關是第一支 第二支 還是第三支疫苗 都可以領到 全台灣最多的一千塊 有哪有記載金屬票 是今天就請問請問的電話 市長一早就來到金獸報道 疫苗要注入莫德納疫苗 因為台中市政府 宣布二十八號開始 六十五歲以上的中部跟關注民 五十五歲以上只要來注新冠疫苗 無分一二三支 除了可以領到中央五百塊的禮貫 另外又加五百塊的現金 總經命一千塊全台上官 順利要催促打氣 另外無限國白福祉 接著去民眾只要注第三支疫苗 就能得到一份福祉 裡面有上家接口郵輝 要讓為到福祉來出門 非常好啊 因為可以保護 然後又可以領獎金 一種鼓勵 對對對 是去年六月二十七號八十八號以來 本土案例第二館 記載盡速表示民眾為基於社民憲體館 再去就接到很多儀優的電話 新冠疫苗方案 台中市鼓勵大家踴躍接種 中部的祝疫苗領一千 跟領福祉的促進 會遲到五月中 因為全民連結就急要過了 衛生局保護民眾 冠近台祝疫苗提升軍替的方向力 記者台中報道